好 珍贵的顾问晚上集一下 珍贵的会长晚上集一下 珍贵的各位大德同修晚上集一下 今天我们接着来继续的学习英语当中的联读 好 在进行下一阶段之前 而且我想我们把上次课学习的内容给他复习一下 就是上次学的这几个关于他的联读的情况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哪位大德同修 就是积极地拿麦来把它给他练习巩固一下 我来 老师 OK 好了 Good evening Alice 老师 是练习stop it think about这个吗 你能不能把这几个都练习一下 OK It is it is a lot of people A lot of people stop it stop it think about think about OK OK 太完美了 好 厉害 好厉害 好厉害 好的 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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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好 厉害了 太厉害了 就是下面这两个是吗 还是上面那两个也 你愿意的话可以都把它粘读 好 好 好 感谢您这个机会 All right It is It is A lot of people A lot of people Stop it Stop it Think about Think about Wow Thank you 太棒了 太棒了 哎呦 祈求您常常的来 多多的加持我们 真的 真的是太完美了 读得真的是 如星云流水一般的 那么的自然 那么的地道 太好了 太好了 真的祈求您多多的来加持我们 陪伴我们 谢谢 老师晚上吉祥 我来试一下 第一个 It is It is It is 第二个 A lot of people A lot of people Oh 错了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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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lot of people 第三个 Stop it Stop it Stop it 第四个 第四个 In Th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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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ut Think Bout Think Think Bout 哦 谢谢您 谢谢您 想就是 就是 有一个就是说 这个 要给它酌化 Stop it 是 它有着那个 的意思 Stop it 对对对 Stop it Stop it Oh Stop it OK 好 感应 其他都完美 都完美 好 厉害 大家这个学习能力 好强 好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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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先就暂时不听老师说 根据我们所学的知识 我们自己先来就是找一下 哪些地方它是需要联读的 OK 有没有这位拿麦来说一下 就是根据我们前面说的辅音加原音 第一个单词后面它的音是辅音 第二个发音是原音的话需要联读 你能不能给它找出来 哪些地方是需要联读的 因为我想这样子 您自己找过之后 再经过老师的一讲解 您的印象可能会更加深刻 OK 好 这有点就像触考题一样的 OK 播放时没有声音 OK sorry 我再看一下 OK sorry 我再看一下 哦 播放时没有声音 OK OK 现在应该唱歌 我再放一下 大家听一下 现在可以听见老师讲话的吗 OK 现在可以了吗 哦 现在听到了 OK 太好了 好 那么我们就根据我们前面所学的规则 按照它的规则来 就是这一句话 哪些地方可以联读 就是根据我们说的 第一个单词后面是辅音结尾 第二个单词是以原音开头 就是哪些是可以的 您来告诉我们有哪些地方 联系兄 您可以吗 这个又您 Alice 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 可以 学生想的是这样子的 it跟 isn't 就是说这里可以连起来的 还有个 还有个 isnt 跟 attractive 这里也可以 还有一个是 at 跟or 这里也可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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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你 OK 非常好 非常棒 找出来了 太厉害 OK 法龙师兄 四处 OK 法龙师兄 您能不能 老奶来说一下 好像您多说了 有一处 哎 我像按照 子龙师兄说的 我像确实是 三处 我说 数错了 一二 确实三处 三处 数错了 高 惭愧惭愧 我把那个 我把那个 我和 爱他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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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小 是可以连读了 后来发现 发现 外 外 外 头 可以这么读吗 外 头 OK Track t 外 外 Track t 外 头 就是这么连 Track t 外 头 感觉有点怪 是吧 你 知道 OK 好 子龙师兄 是原因 和原因的结合 他 英语当中 就是连读 他不是原因字母 就是 这个 Attractive 一般的来说 他不是原因字母 而是 音标当中 就是 音标当中的 最后一个 音是原因 还是符音 他不是单词 结尾的 而是音标 结尾的 是这样子的 好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老师是怎么说的 好 还没有声音 是吧 是原因的 所以这里面 可以做个连读 现在有声音吗 后面的 attractive 和 at all 一样可以做个连读 attractive 是符音 然后呢 at 是原因开头 所以都可以做一个连读 对 所以这里面都 每一个单词 每个单词之间 都可以做一个连读 那 那 你练习的 的时候呢 首先可以慢一点 练啊 你可以试试一下 慢一点 练 这个怎么样去练 这个连读 就是 it isn't attractive at all 再来一遍 it isn't attractive at all 那 为什么有这个 at 变成 vat 是因为at 它是有什么 有个弱读 at的那个 这个 虚词弱读 就变成 at 所以它连起来 就变成 attractive at all 我们在稍微 这个速度 稍微再提快一点 是 it isn't attractive at all it isn't attractive at all 是 好 我们看下 下面这个 下面就是 我们就把 这一句 给它练一下 它这一句 就是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 有没有 那我也就是 上面把这一句话 念一下 就是 您在念之前 您就是先 说一下 哪个音 发给哪个音 就是哪个音 把归到哪个音节里去 比如说像这个 it isnt 它这个连续 是it 发这个t 和 这个 isnt 它是 it isn't it isn't 它不是t 不能带在这里 it isn't 因为这个t 要和它后面的 这个r 要连起来 所以它是 it isn't 它是这样子的 好 我们 小鸡师兄 OK 好 小鸡师兄 老师您好 我感觉这挺好玩的 我想玩一下 这个 如果不说连读 就是 it isnt isnt attracting at all 那连读 它就把 这个 it t it 这个t 划分到 后面这个单词 就是 it it isnt t contractive votor 就是 第一个单词的尾 跟第二个单词的 第一个 音标 联合在一起 然后 第二个单词的尾 t 又跟第三个单词 音标的 呃 呃 连在一起 就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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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ctive 后面然后 v 又连到 第四个单词 t 那里 v v t 第四个单词 最后 t 又跟最后 or 那个 o o 连到一起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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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руб t crimin floor 感恩老师 你分析了是完全正确的 真的就是这样 你分析的完全正确 然后读的也是完全正确的 是这样子的 如果读快一点就能读出 老师的那个味道来了 它觉得我们练习的时候就是开始 就这样慢慢的训练 OK 好 下面还有没有 好 法龙师兄 OK 有请 好 谢谢 我试一下 It isn't attractive It isn't attractive Wow Thank you 法龙师兄是不是已经练过了 不是 你讲了之后 我自己在自己练 练 使劲练习了一下子 OK 好厉害 真的是好厉害 法老师叫到 你 接受那点好巧 对 确实 确实好厉害 好厉害 OK 好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那位大东同修 要拿麦来练一下 这句话 OK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再听一下老师的 我们再回来复习一下老师的 看一下 art 可以做一个联读 因为它是art 是福音结尾的 all 是原因开头的 都可以 对 是都可以 比如说 it 和isnt 之间 可以做一个联读 因为it 是福音 然后isnt 是联读 isnt 是原因开头的 对不对 然后isnt 你的这个t 是福音 后面的attractive 又是原因的 所以这里面也可以做一个联读 isnt attractive 后面的attractive 和art all 也一样可以做一个联读 attractive 是福音 然后呢 art 是原因开头 所以都可以做一个联读 对 所以这里面都 每一个单词 跟每个单词之间 都可以做一个联读 那 你联系联读的时候呢 首先可以慢一点练 你可以试试一下 慢一点练 这个怎么样去练这个联读 就是 it doesn't attract vettall 再来一遍 it doesn't attract vettall 那为什么有这个 at 变成 vett 是因为at 它是有什么 有个弱读 at的那个 这个 虚词弱读 就变成 it 所以它连起来 就变成 attractive vett all 我们在说 这个 最后再提快点 是 it isn't attractive at all it isn't attractive at all 我现在 我也想来念一下 ok 它这个试着 it isn't attractive at all it isn't attractive at all ok ok 我再念一遍 it isn't attractive at all ok 好 好 时间过得真快 好 我们的时间也到了 我们下一节课 我们接着再继续练习 原因加原因的 它们中间 要加一个 rope 这个音 我们再继续练习 ok 我今天感恩大家 对我谦卑的接受 包容 聆听 和慈悲的提携 我放卖 Hello Good evening Everyone Can you show me 你问听得到声音吗 oh great ok 好的 好 中规的会长 还有中规的顾问会长 还有各位老师图学们 上好 那我们继续来学习 章程 上一节课我们学到这一句 If the member dies or is rendered permanently incapable of performing the duties of office the mental of physical ear health 上一节课我们模仿了前半句 然后后半句没有模仿 那我们今天先来把后半句模仿一下 然后我们再把整句 整句再来复习一下 ok and on by mental or physic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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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l health by mental or physical ill health ok 那么在模仿之前 我还是想问一下大家 这个mental 什么意思 physical 什么意思 ill health 什么意思 知道的 请大家打到公屏上 mental ok 那ear health 什么意思 ear health 小橘师兄说身体不适 那么ear health 它指什么意思呢 它是什么磁性呢 ear health 它是名词 它是指健康状况差 生病 就不健康 就是不健康 对它是一个名词 合成词 它是指生病啊 不健康 生病 对它是名词 那么这几个 by mental mental physical ear health 就是 by 就是因为通过 精神上的 或者是身体上的 病 疾病 就是不健康了 就身体精神上 或者是 身体上生病了 那么就身心不健康了 ok 那把前面呢 我们当时 大家再想一下 die是什么意思 renders 什么意思 permanly 什么意思 这些都还记得吗 die ok die 死亡 那render呢 render 什么意思 renders 是持字吗 follow 师兄 ok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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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 right permanly permanly 什么意思 permanly 永久的 yeah right ok 好 那你这里 有一个词组 incapable of doing something 是什么意思 incapable of doing something 这是一个词组 法龙师兄 您说的是 incapable of performing the duties of office 这个是 不能履行 职务 然后我的问题是 incapable of doing something 是什么意思 对 没有能力的 不能做某事的 那么 刚才法龙师兄 打出来的 那个不能履行 职务就是 incapable of performing the duties of office 不能履行 职务 不能履行 职位的 职责 就是 不能履行 职务 没有能力去 performing performing 是什么意思 performing performing 对 performing 就是旅行的意思 OK 大家都好厉害 好赞 这些单词都记得 如果你记得 这些单词的意思的话呢 那么你在 模仿在读的时候 你就知道 这个句子 是什么意思 OK so great 好 那么我们来 接着来 听一下 跟这个 澳洲老师 来模仿一下 后半句 OK by mental or physical illness by mental okay so who would like to try who'd who'd like who'd like to be the first one to okay to shadow it okay好首先要请法龙师兄 好吧 ah thank you by mental or physical ill health but i mean by mental or physical ill health by mental or physical ill health yes thank you perfect thank you thank you good evening day day 我来试一下 by mental or physical ill health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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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fect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好下面有请文书师兄 是好可以听到吧 可以需要试试吗还是直接模仿 好直接读可以 那个需要试几遍 好好的 我来试一下 by mental of physical ill health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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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fect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好像没有请 grace 好 这句话应该是比较简单,它只是一个介词短语,还不是一句话呢,OK,那大家都比较 掌握得很熟悉了,那这句话,我们把这句话来几位同学们一起来,我就直接放澳洲老师的原因,然后大家也再来巩固一下 3. Dies or is rendered permanently incapable of performing the duties of office by mental or physical ill health. OK,so who would like to try? 现在是要模仿一次的句话,有请小菊师兄。 好,感恩老师,请您帮我播放一次,谢谢。 3. Dies or is rendered permanently incapable of performing the duties of office by mental or physical ill health. 3. Dies or is rendered permanently incapable of performing the duties of office by mental or physical ill health.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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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有请吴建师兄。 Good evening,Daisy老师。 能听见吗? Hello,吴建师兄您拿麦了吗? 我哪麦了? 我哪麦了? 又听不见吗? 那我重新听一下。 其他师兄听到吴建师兄的。 现在好了吗? 都听到了,那我听一下。 又是我们对着老师听不见。 好,OK,听到您声音了。 好的,是吧?好。 好的,OK。 3. Dies or is rendered permanently incapable of performing the duties of office by mental or physical ill health. 好。 好。 3. Dies or is rendered permanently incapable of performing the duties of office by mental or physical ill health.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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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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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dies or is rendered permanently incapable of performing the duties of office by mental or physical ill health 3. dies or is rendered permanently incapable of performing the duties of office by mental or physical ill health 3. yes yes perfect thank you 3. thank you so much next one有请文书 文书好可以听到吗 可以我先给您放一遍 好的 3. dies or is rendered permanently incapable of performing the duties of office by mental or physical ill health 我来试试读一遍 3. these are is 你可以重新开头吗 不是那个3 3. oh 3 你重新开头吗 您再听一遍 好的 3. dies or is rendered permanently incapable of performing the duties of office by mental or physical ill health 3. yes you did it perfect 3. yes you did it perfect 有点慢 慢是慢一点 你吊子在那儿 那个就是跟着他 你吊子跟上了 他这个吊子 他这个吊子是比较 比较往上扬的 只是到后面 by mental or physical ill health 自己才降下来 因为他这句话结尾了 那前面都比较高 好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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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下面有请 Spirit 请您先欢迎 好吗 谢谢 3. dies or is rendered permanently incapable of performing the duties of office by mental or physical ill health 3. dies or is rendered permanently incapable of performing the duties of office by mental or physical ill health yes yes thank you 我在此处又有个问题想问一下 就刚才说的那儿 ri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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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 g 可贵的状态 它是由于疾病 或者是 好像 我是认为是状态 好像更 其实怎么理解都可以 但是有个最佳的理解 谢谢你这个信息 这个牛九里面是吧 我们再来看一下 吃吹磨动状态 我也来查一下 这个Render 确实它 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它第一个意思就是 是成为是变的 是处于某种状态 这里也有这个例句 成百上千的人因为地震而五家可归 是处于五家可归的一个状态 如果 在我们这句话来讲的话 The member is rendered 被 如果是被 被动的话 Rendered 什么意思啊 Rendered Render something 提交呈现 最初我理解的是这个意思 递交 递交 提交 被提交 永久的被提交 这样看来的话 这样看来的话 您这种理解 更恰当一点 确实如此 是处于一种状态 就是说这个会员 Is Rendered 是处于因为 心理 因为身心疾病 而不能 而永久的不能履行 植物的这种状态 是吧 对 您这种 您这种理解的话 会更 更加合理一点 如果是 如果是说 递交 提出 是被递交 被提出 我也感觉有点 别扭 还没那么通顺 不知道 其他的老师 怎么看呢 其他同学 怎么看 这个 这个理解 Brand somebody something 加形容词 你假如 被提交 被提出的话 就好像 在那个协会 要主动 要开除它 是的 你先假如 这个人 被协会提出的话 他被动的提 被他人的提出了 别人因为 他没有那能力 那协会 要是 就好比是 要打算 要开除他的意思 是否则 是的 是的 这个确实是因为 不可控因素 这个是因为 无偿的一种状态 确实 OK 好的 Render somebody something 我看一下 Hundreds of people were rendered homeless by the earthquake 成千上百的人 还有一个理解方法 我理解成这个 会员要处在 某一种状态 由于长期 不能旅行之子 自然而然 就按照一些规定 它自然而然 就是空缺了 因为它那个 这句话的主意 是the member 如果出于这种状态的话 按照法规 章程等等的规定 它就自然而然 出于一种 空虚的状态了 它就不是被开除了 它是没有 由于自己履行 自己的职责 义务 由于身心方面的原因 它就自然而然 它就把这个职位 给空出来了 我们也不 传在一个 怎么说 至于某个人的能力 什么的 它由于这些原因 导致的不可控的条件 的发生 Thank you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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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agree with you I agree with you 我觉得您这种理解的话 是最合情合理的了 是的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法龙师兄 谢谢法龙师兄 帮我们把这个句子 给理顺了 把他的毅力给理顺了 大家有没有明白 有没有明白 法龙师兄 他提出来的 这个点 是的 是应该是 处于一种状态 处于一种 对 处于一种 因为身心疾病不能 而永久不能履行职务的 这种状态 因为我们这一句话 我们这一部分 它的前提是 是委员会的 只为在以下情况 出现空缺嘛 然后我们 有学到了A点 B点 A点里面的 第一小点 是说 根据法案 没资格成为 第二点是辞职 第三点的话 就是一些无常状况 一个是死亡 一个是 因为 或者是 对 或者是 因为精神 身体健康问题 而永久 而永久不能履行 职务的状态 处于 处于 或者是 或者是因为 精神身体健康问题 而处于 而永久 怎么翻译比较好呢 而处于 死亡或者是 处于 处于吧 或者是处于 因精神 身体健康问题 而永久 不能履行 植物的状态 这种情况下 那么这个 植物也会变得空缺 OK so thank you so much 谢谢 非常感谢法龙师兄 太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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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终于顺了 thank you so much 好的 好 下面有请 请上师傅 师傅 师傅 晚上好 能听见声音吗 可以 可以 哈喽 请您帮我播放一遍 好的 好 太赞了 太赞了 OK 好的 好 那么我们这句话 就 模仿到此 然后呢 非常非常感谢法龙师兄 把这个句话的意思 帮我们理孙了 确实如此 死亡或者因为 处于因为 或者是处于 因为精神 身体健康问题 而永久 不能履行植物的状态 好 那我们继续 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它第四点讲的是什么 好 第四点和第五点 第四点是 ceases to be a resident of the territory or ceases to be a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OK 我们一句一句地来 一句一句地来 再来训续一下 OK 那首先在训续之前 还是得想问大家单词 这里面是没有中文意思的 ceases 什么意思 resident 什么意思 territory 什么意思 这三个单词 首先这三个单词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OK 第一个单词 是中子 第二个单词呢 resident 那最后一个单词 territory means OK territory 0 to North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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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ritories means Northern Territories 确实是北领地 OK 好嘞 这是一个额外的 额外的一个问题 好 好 那我们来 听奥德老师 怎么来读这句话呢 好 再说 northern northern 关脸 cacers to be a resident of the territory 4 cacers to be a resident of the territory OK 那大家刚才把 This is to be a resident of the territory 重要的 几个 比较有毅力的 那个单词的意思都 都答出来了 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This is to be a resident of the territory 什么意思呢 可以试着 说一下吗 可以打公平也可以拿卖 句子的意思串不串得起来 OK 学霸打出来了 终止成为领地的 居民 Yes, right 对,没错 OK,好 那有请大家来 来跟着澳洲老师来 模仿一下这句话 希望大家在模仿的时候 不要忘记他这句话在讲什么 不要忘记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编模仿 然后也要知道 他是在讲什么 他是什么意思 OK, so who would like to try OK,有请学霸法龙师兄 请王老师先帮忙放一遍 Thank you No problem For ceases to be a resident of the territory For ceases to be a resident of the territory For ceases to be a resident of the territory Thank you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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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fect 完美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好,下面有请小菊 小菊师兄 好 For ceases to be a resident of the territory Fo ceases to be a resident of the territory Fo ceases to be a resident of the territory Fo ceases to be a resident of the territory Fo ceases to be a resident of the territory Fo ceases to be a resident of the territory Yes infrast漫步 Cease to be a resident of the territory Fo ceases to be a resident of the territory Yeah, perfect Yeah, perfect Thank you so much Okay, next one有请文姿 文姿10 文姿10 Mythane OOO of the territory or 我听了老师 好像那个录音里带了是吧 短对 很短 我没听到 没事没事 这个它就是有间隔 然后一点点 就是在录音的时候 所以没关系 anyway you're perfect 完美呀 你读的 谢谢老师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So anyone else 这句话真的蛮简单的 如果没有 我们就继续下一句 模仿下一句咯 No more So let's go ahead 这句是 OK 这句什么意思呢 首先说一下 大家说一下 这句话什么意思 See this to be a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Yeah 小局 You're so great 对 这句是终止成为协会会员 那如果你不是协会会员 这个职位肯定会空缺 这是务序 勿用自移的 对吧 不用怀疑 OK 好 那我们来听一下 跟奥德老师来模仿一下这句 Five ceased to be a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Five ceased to be a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OK Five 你看 我感觉它读到这里来 因为它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A点 A点里面有 1 2 3 4 5 然后我们在 我记得在前面模仿 1 2 3 4的时候 它的语料都是比较高的 然后突然一下到第五句来了 其实这是一个 相当于对这个A小点来讲的话 它其实就是一个结束的 结束语了 所以它 我听这一句的话 我就明显感觉到 它的调子就往下来了 它就没有那么高 Five ceased to be a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对 它的调子就已经降下来了 代表这句话结束了 这句话已经结束了 OK Five ceased to be a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好 有请法龙师兄 Spirit 现在我请你一调母音 Five ceased to be a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Five ceased to be a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Yes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Tas still in your spirit OK Next one you çek che 이죠 我先放一段 好 5 ceases to be a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5 ceases to be a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Wow, perfect, Grace Thank you so much 一模一样的 Thank you so much 下面有请小菊 小菊师兄 好,感恩老师 先听一遍 5 ceases to be a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好 5 ceases to be a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Yes, perfect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Ok, next one有请文叔 文叔好,可以听到吗 可以 我先放一遍 好,谢谢你 5 ceases to be a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5 ceases to be a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5 ceases to be a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Yes, yes Yes, perfect 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你开赞吗 谢谢你 谢谢你 6 ceases to be a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5 ceases to be a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Yes, yes Yes, yes Hello,大家都好厉害 完美,完美的魔法 是一些专产,是一些专产 是一专产,又有业余师的功德很能力 Ok Ok,那我们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委员会成员职位 在A这一点的情况 我们就已经学完了 A这一点的情况 那我们现在马上要进入到B点的这个情况了 B点的话就是指考勤这一块 考勤这一块 还外加一个C点的话 它就是一个附加条件 就是你协会可能有其他的规定 但是我们协会暂时还没有 还没有 我在这个地方还没有看到 副表里面没有看到 有什么情况可以导致委员会成员的职位空缺 所以其实C的话 它是一个特殊情况吧 就是给你一个 给你协会一个可以去延伸拓展的空间 因为毕竟协会不一样嘛 但是A点和B点的话 它是广泛应用的 A点和B点是广泛应用的 B点是指考勤 考勤这一块其实也可以理解 因为呢 就是我们上班族啊 在上班的时候 如果你 缺情缺太多了 真的还真的有可能被fire掉 真的有可能会被炒掉的 经常不是上班 真的有可能会被炒掉的 我们往下看 第一点是 The member is absent from modern 看一下有员声单词 Render Render Render呢 我们这里再加一个 就是始出于某种状态 那就不是提掉地价的意思了 OK 简单语 OK Physical Ear health Resident Territory Ab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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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席的 Absent 我们还是先来复习一下单词先 Absent Absent tend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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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一下这个 Tendering 他的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往回看 重点 Although the three consecutive committees are told three committees are in the same financial year back to a year without tendering OK 那么这个时候 tendering 那么这个时候的tender 它就是这个意思 oh tender 它不是render 天啊 我把它换 tender和render 是各类一个 ok tendering tendering 提出tender的 动材按进行 tender 我声音很小吗 hello grace 声音又变小了吗 很小吗 ok sorry 可能是我刚才把麦克给遮住了 好 tender tender 这个tendering tender tender跟render 隔了一个单词啊 我刚才都弄 差点弄混了 这个render tender 其他都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隔了一个 就是隔了前面一个的 前面一个字母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点 这个tender tender tender我们这里是它动词的形式 这是提出 提出 提供提出 它是formal 比较正式的用语 to offer give something to somebody 生词课件 今天声音听不清楚 ok 我再来放一下 您再听一下 现在可以吗 上去放 现在生词听得清楚吗 我现在有地方 听不清 不清 那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sorry 那 只听到词的 那我课后再看一下 那今天会做好学 时间就到了 那么今天呢 我就先到这儿 然后我们下节课 再继续学习章程 但是今天 音乐老师请假 所以我来给他带一下那个 带一下背诵的课 所以ok 大家可以稍作休息 然后我们就开始背诵吧 或者模仿 ok 大家可以休息一下